我给护理师前女友打个电话 问问能不能瞧到疫苗 我问你个数学题 答案正确 我立刻帮你打疫苗 3加11等于多少 14 3加11等于0 我其中一个前女友是护理师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谁 后来嫁给一位医师 有智慧的选择 20年没有联络了 就放人家一码吧 最近疫苗短缺 我又不在任何优先师打顺序里面 总统说了哟 轮到你再去打 我才懒得理他 我给护理师前女友打个电话 问问能不能瞧到疫苗 这很不道德 我要检举你 我明明就可以打到疫苗了 你检举我 眼睁睁看着我因为打不到疫苗而死 你就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吗 有人因为打疫苗顺序不适当 丢官的丢官 弹劾着弹劾咯 那是他们 政客强打疫苗 在百姓的心中会沦为狗官哦 我一不当官 二不从政 我怕什么呢 脸皮够厚的 他说 好啊 二十多年不联络 打一通电话来就要我为你冒险 不值得 约了一个半夜三更黑灯瞎火的 从后门进入他老公的诊所 秘密基地 我希望这一针打下去 真的能保住你的好生命 这女人太善良了 你的好心肝 好口才 好鸡鸡 这管疫苗管这么多呀 这一针算是对你当年的回报 当年你对它有那么好 我向来都是很不爱的 对女朋友很疼爱的 是啊 我卷起袖子 亲爱的 因为有你 我的世界才能这么美好 都靠这张嘴 少废话 我问你一个数学题 答案正确 我立刻帮你打疫苗 还要考数学 三加十一等于多少 十四 错 三加十一等于零 因为记录不存在 哦 答对了 不值 打针了 一针打下去 我瞬间觉得精神兜色 仙丹啊 觉得自己嗅觉变得特别灵敏 太好了 鸡鸡都硬 这太强了吧 剩下来的一个礼拜 看见天上的月亮 就忍不住嚎叫 哦 这怎么回事 看到邮差 我一路追 就想要咬他的车轮胎 什么症状 看见不管是谁 上去我就吻他屁 这疫苗的副作用太奇怪了 不怕 最重要的 我打到了 打到了 插队成功 果然是畜生 一点都没错 是畜生 自己都承认了 那是狂犬病疫苗 啊 他老公是兽医 这管真原本是给一只乱咬人的母狗准备的 什么母狗 他叫 Coco 嗯哟 的 ın哟 的 奶 不是 喝 assessing 那么 我 在